融资公司乱象引发热议 不仅是民众被收取不合理的手续费 现在更传出有业者提高违约金等 规避法定最高的16%利率 对此民进党立委郭国文与中嘉宾等 提出民法修正案 希望能确实杜绝高利贷的现象 许多民众若购买汽机车或急需资金周转 往往会选择融资公司进行贷款 因为跟银行相比 融资公司核贷放贷审查标准低 虽然利息有法定最高16% 约定利率上限 不过有公司借由高额手续费等巧利明目的费用 因而提高民众还款的总金额 郭国文强调 目前台湾整体的融资乱象 同样是融资行为 银行受到高度监管 融资公司却几乎毫无管控 形同让融资公司低利高贷 赚取暴利 相对而言就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借款人 造成层层的一个剥削 不论是原先所借贷的利率相当之高 那后来呢 有假借手续费 或者是延迟金 那或解约军等等 不同巧利明目的一种方式 以至于呢 那个贷款人 无形当中形成一只 被剥了好指皮的一个肥羊 记者会过程中 郭国文也邀请党内立委中嘉宾 陈素月 赖会员 丁一锦 每位立委皆表示 地方服务都有受到民众陈情 受到融资公司的迫害 可能买一只手机贷款6万 分期计算后 年期近高达26% 却因为是使用其他相关费用名义 最后只能被迫缴款 中嘉宾表示 这次提出的民法修正案 希望将相关归费 违约利率纳入利息计算 一步一步杜绝民众陷入高利贷的困境 从修法之后如果通过了 那么只要再查到这种乔利民目的契约 加起来超过16%的一概 这样的契约是无效的 以避免业者投机取巧 他不走定型化的契约 他不走民事的方式 他用这种方式来蒙骗受害者 定而去取利 因为银行它有一个比较严谨的 一个信用管控的一个征讯 那主任公司其实它是可以提供一个 比较灵活的一个借贷 可是如果走到现在 这个乱象重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得 不应该就是积极的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管理方式 最后立委林一锦补充 除了提案修法外 请行政院和相关部会重视 尽快指定主管机关负责执行与监督 才能推动定型化契约范本 借此进一步保障消费者权益 记者学丰台北采访报道